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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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然后再加上7段的汽水而已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取词 李宗盛 我先走了 这样 干嘛要把房间 让她碰碰碰碰呀 诶 小雅 下次如果碰到许真心 我一定会转发她的 放心 我也也要会支持你的 你们两个真是好姐妹 我也要当你们的好姐妹 你有病啊 我只是想跟你们交个朋友嘛 经过和厂方协商后 他们同意采用新人做形象代言人 我想今后的工作一定是非常艰苦的 一切必须从头开始 辛苦而为了 这找新人有时候很难讲 这有时候呢 是踏破铁鞋 无密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可有时候你怎么找 都找不到合适人选 我相信只要用心花时间去发掘 一定能够顺利的找到合适的人选 你好 请问你找谁 我刚才打过电话过来的 你好 请坐 你好 身高 阴脚 体重 这个好久没冲过了 这不重要 请问以前演过戏或拍过广告吗 这个没有 不过我会唱歌跳舞 那您姐你看看 先化妆造型 然后安排实践 事件 我需要做什么吗 放松就行 好的 那您姐 你贸然地使用一个新人作为产举人形象代言人 会不会有点冒险 是有点冒险 但没办法 时间太紧迫了 有的时候就要冒险一下 我们时间太紧了没办法 我们时间太紧了没办法 我觉得有点像是走运气 有的时候就是要走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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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温少每天都能看到 我有属于 我有属于我的天 男君姐 快来快来 照片洗出来了 来 看 你看 你看 真不错 这张 很好很好 感觉怎么样 非常好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换了一个人 还可以吗 那你是不是用他 可以啊 告诉厂方 我们决定采用这个新人 把这照片马上交给他们 来 奇怪 你把她的电话写在哪里了 会不会在电话里啊 未接来电 谁的号码 安的吗 发个信心问一下吧 你是谁 你是谁 怎么会有我的电话 你又是谁 我凭什么要跟你讲我是谁 这么转 我什么时候认识这种自大狂啊 因为我先发短信 所以你要先回答我的问题 我再告诉你我是谁 是你先有求于我 不说算了 懒得理你 太可恶了 我非要问出你是谁 下回好好教训你 算你很 我姓杨 我姓杨 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杨 你叫什么名字 杨什么 姓杨的人那么多 谁理你 好 不肯说是吧 我非要敲开你的嘴 我非要敲开你的嘴 看谁扶了谁 我已经够大方 告诉你我姓什么了 这下该轮到你了 如果你是杨过的话 我就是小龙女 气死人了 我问了半天还不说 霸诚是个多情的小女生 不对 搞不好是哪个无聊的猪头男生 你干嘛你 对不起啊 你有意思吧 你居然怎么这样 以后当心点 为什么有的男生偏偏酷得无可救药 有的男生却无聊到无药可救 小龙女 你爸贵姓 小龙女 你爸贵姓 本公子刚过儿历之年 乃玉树林峰 风流倜傍 英俊潇洒 才高八斗 貌似紫都 号称一只梨花鸭海棠 人颂戳号上天下地 无所不能遇面小飞龙视野 你现在有兴趣告诉我 你是谁了吧 我只不过问你年龄 你干嘛那么啰嗦 简直就是唐僧转世臭屁王 说什么 喂 你真的很无聊 问了你半天也不说是谁 我是许军基 原来是你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没关系 我想起来了 今天早上我用你的手机 打我的手机找电话的 知道就好 拜拜 拜拜 妈 进来吧 你怎么还不睡呢 我马上就好了 还在上网啊 明天啊 我和你爸要到北京去旅游三天 是他们公司招待的 哇 太棒了 我都没有去过北京啊 以后带你去啊 早点睡啊 听见没有 知道了 拜拜 早点睡啊 我老妈老爸说 要去北京旅游 诶 那就是说 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代王啦 我才不是猴子呢 我是森林女泰山 你别忘了 还有一个豺狼虎豹 啊 你说是谁啊 天哪 天哪 诶 司统 你还好吧 振作一点 我的世界末日来临啦 我的世界末日来临啦 哇 我还以为家里养了个大熊猫 老妈 你真的忍心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 跟老爸去旅游啊 家勇在家吗 你怕什么呀 我就是怕他 你不是学过弹拳刀吗 万一他会青拿树 我不输手就情啊 家勇乖巧得很 他会照顾你的 我才不要他照顾了 我一看到他就讨厌 看什么看 我就说你啊 家勇啊 你别介意 他呀就是这个坏脾气 不要急 哦 来 看 这点钱啊 你拿着 以防万一 啊 司统这孩子啊 你要多费心 您放心好了 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那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哎呀 你看看 这钥匙又忘在这里了 晚上怎么回家呀 那我早点回来好了 他要是有你的一半乖巧啊 我就放心了 谢谢 谢谢你 你老爸老妈又出去旅行了 慧如 你真的狠心抛嚣我 不是我狠心 而是我有严重的日常习惯 那你把熊搬到我家 来不及得了 太夸张了吧 那不然 我去你那边挤一挤 我家住得很远 而且房间又很小 你必须要提早一个小时 出门才行啊 天哪 如果这样晚一个松头开店的话 我妈会疯掉的 要不 你可以上网发上网啊 肖默一个晚上 也花不了你多少钱的 晚上我才不去那种地方呢 一大堆苍蝇围着我 问得问死的 你今天多大了 有没有男朋友吗 他都反省了 我看你是反应过度 你只要晚上 锁好自己房间的房门 其他什么都不想就可以了 你说得到简单啊 我羡慕你哦 可一个人住自由自在的 才不好呢 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打点 而且开销又很大 那倒也是 鱼鱼熊掌不能兼得吗 别叹气嘛 才三天两夜 你又不是一辈子要跟曼夏阳住在一块 不要提他的名字好不好 拜托 对不起 我又迟到了 我们早就习惯了啊 小姐 喂 萧嫣 今天晚上我祝你家好不好 可再谢谢 今晚不行 我家有新公院的 不过明天可以啊 我担心的就是今天晚上 哎 萧嫣 我有件礼物要送给你 给我的 给 手机 慧如 谢谢你 我已经把我的手机号码打进去了 要我教你怎么用吗 不用 没吃过猪肉等会和猪跑吧 你给我十分钟 我马上搞定他 思统 你需要手机吗 哎 对啊 思统 你也可以背一只嘛 这样我们三个人就可以随系联络了 对啊 我猜不要了 手机好像电子狗链一样 一点自由都没有 不会啊 手机挺有用的 嗯 那一 麦香用欺负你 你也可以打电话联络我们啊 啊 我不要听 我不要听 你就会欺负我 明明自己吓自己 还说我们吓唬他 嗯 呃 对了 慧如啊 你有没有那个 酷酷鸡的电话 酷酷鸡 诶 就是你们学校那个酷哥 许俊基啊 我给他起了一个外号 叫酷酷鸡 啊 你不要起他的名字 不然我会无地自容的 不是 你们俩真是莫名其妙 一个不能提麦佳勇 一个不能提许俊基 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哎呀 糟糕 没带钥匙 万一佳勇故意不开门的话 那我岂不是一直被关在门口啊 现在那么晚了 开锁师傅也早就下班了 我看来我非要在门口过一也不可 你 你怎么那么可怜啊 你这个臭药犯啊 闪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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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是 你是谁啊 走开 走开 走开吧 我不认得我了 我认得你是谁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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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不外 来来 我 啊 啊 你怎么不进去啊 没灯钥匙进不去不可以啊 我门没有关 喂 你去哪里了 连大门都不关 你不快有小偷啊 我去买东西 这样你没有带钥匙 所以没有关门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带钥匙 帮不让我早点回来 担心你会害怕 我才不怕呢 好 你不怕 你一点都不怕 干嘛 你在笑我 我有吗 一定有 就算你现在没有笑我 你肚子里也在笑 哈哈哈哈 这样笑你满意了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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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嘉勇跑出去 会不会故意配一把我房间的钥匙 然后到了晚上 睡觉 谁啊 还会有谁啊 你想干什么 伯母说你晚上有吃虾叶的习惯 你要不要吃 这家伙会不会故意骗我开门啊 我不饿 你不吃了 随便你吧 大坏蛋 你煮的东西一定很难吃 吃到你拉肚子 拉死你 好饿 算了 饿一餐死不了的 今天不上网了 早早睡觉 哪里 先吃 呆 所以 在前面 好餓喔 好 受不了了 要是不吃东西 明天怎么跟他抗争到底啊 莫衣到时候他趁人之威怎么办 借我最好办 小气鬼 一根面都不留给我 小气鬼 酸奶营养丰富 可以趁早我们天啊 这么味道怪怪的 不管了 先喝口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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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好痛啊 肚子好痛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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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干什么 不要以为我现在拉肚子 你就屁股我 我告诉你 我是抬车道黑带 要惨人之味 不要惨人了 快点吃药 你干嘛对我那么好 毛枯老鼠假慈悲 拜托 你三个半夜跑上跑下 谁能睡得着啊 我们明天还要上班 大小姐 对了 以后喝三奶的时候 最好看下日期 我想你怎么对我那么好 你妈是嫌我吵 我明天还要上班 我明天还要上班 你不说我 我明天还要上班 你不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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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的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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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麦家用这个家伙害的 再这样下去 我迟早会发疯的 啊 妈 你那么早就要出门了 我哪里是那么早要出门了 我是刚刚进家门 忙了一晚上还没睡觉 妈妈好辛苦 我帮你瞧瞧呗 真是我的好女儿 谢谢了 哎 有时候我也在想 我真的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 婚上有时间陪你 你不怪我吧 我才不会怪妈妈呢 再说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我可以自己陪自己嘛 哎 你写的那个网络小说怎么样了 写好了吗 我刚开始写 还准备设立一个网站 是吗 这我完全支持你 总比你每天缠的我要那些明星签名照 来的要有意义 你也知道的嘛 那个都不是我想要的 还不是我那些四党朋友 全天追着我要照片 我这人很理智的 只不过讲点义气 所以嘛 其实啊 那些追星族的狂热行动 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 只要我们的偶像形象健康 能起到一个良好的示范作用 让那些追星族 尽相效仿 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能起到一个教育作用啊 妈妈说的真有道理 不过呢 我还是想问你要一点照片 拜托了老妈 最后一次就最后一次 你呀烦死了小丫头 自己拿吧 来 这里有几张照片 看吧 你自己慢慢看 我要回房休息了 好 冰箱里有牛奶面包 自己吃早饭 妈妈好好睡一觉 好啊 谢谢 晚安 来 学长 不会吧 好 奇怪了 老妈提前回来了 先吃再说 嗯 今天怎么那么饿 你干嘛 这早餐是我做的 你做的 想不到这个家伙做的早餐 竟然比我老妈做的还好吃 看来啊 这分明是外面买来的 还说是自己弄的 骗我是不懂事的小孩子啊 你拉了夜肚子 你一定很饿 所以多吃一点 这么难吃 先难吃 自己做啊 做就做 谁怕谁啊 你生小点好不好 做饭像打仗一样 你懂什么 这是我做菜的风格啊 不会炒啊 这不要什么 不要你管 这是伯母要我给你的 要你自己解决吃饭的问题 他为什么给你不给我 那是因为怕你乱花钱 那换的是我的事 换的是什么事 我走了 好好吃 好好吃 喂 你又回来干吗 我只是想提醒你 吃完饭不要忘了洗碗 为什么要我洗啊 没有办法呀 实际上你不会做饭 所以我们分工明确 由你来洗碗 不是很公道 买家勇 不要以为我吃你的东西 你就可以控制我 那小乔我了吧 我也不想这样做呀 你说你会做什么 你会洗碗吗 你会洗衣服吗 你会做饭吗 我不想小乔你都不行 买家勇 我要找你单挑 单挑 不准备 那有什么 还是可以 你家人的 你俩的 如果有一天 我当了售手师 你們一定要给我面子哦 好好的 点一给观众看 知道吗 你看他 你原恋的都比你好 你现在叫我说 你现在叫我穿 到底算什么了 原本是裁剪刀 那你要不要换一张 想挑穿洋 繁起 还想飘扬 谁某种简单 也遗忘流水时光 夜色下月不想 依旧思念 笑被每一次 终为浮吹满怀希望 暂时奔向 天的一边 在银河流年中 飘烈 在深呼吸 梦中原 有一种一体感觉 平减着黑的自由 降落中 依旧满风 心灰飞 慢慢 拧不到来 淡舍的梦园 童话中 舞台的笔刻 天使还在眼前 有个星 有个星 仿佛 仅有体无可惜 一切平凡 繁重飞的自由 降落中 依旧满风 心灰飞 慢慢云朵飘来 淡舍的梦园 童话中 五彩的笔刻 天使还在眼前